那麼剛剛凱毅替大家完整解釋 這個烏爾之間的紛紛擾擾 還有他們之間的恩怨呢 還有一個重要的角色呢 就是這個白俄羅斯 因為他一直是站在這個俄羅斯這一邊的 而且這個白俄羅斯 他的東部及北部都是和俄羅斯為零 那麼其實他們這三個地區啊 他們本來都是 都是同一根根深的 就是都是一家人都是好兄弟啦 他們都是屬於東斯拉夫民族哦 所以呢他們呢為什麼 白俄羅斯他現在呢 會出面想要幫普丁打攻打這個烏克蘭呢 帶你一起來了解一下 俄國全面入侵烏克蘭 北部戰線有白俄羅斯助政 這三個國家本是同根深 在中世紀同屬於東拉斯夫人建立了基輔羅斯 但在蘇聯解體之後 三兄弟各奔東西信仰天主教的烏克蘭 選擇和西方陣營一起對抗俄國 但白俄羅斯因為高度依賴俄國的原物料 加上兩國同樣信仰東正教 所以簽署了200共同體條約 卻把國運綁在了一起 而且拜俄羅斯總統 盧卡申科和普丁一樣也是一個獨裁者 他在位27年想要繼續保住總統的寶座 普丁的大腿那是不能不抱的 這就是一位 你看 我現在被神 超新的